才一天我就可以知道 突然间真的是震撼教育 就觉得 来到新的世界 赖佩霞宣布参选后 首都直播谈言自己被震撼教育 而他决定参选的这一步 也连带影响不少人 北翼15号晚间 在脸书粉专发布震撼弹 表示因为赖佩霞的此演 舞台剧《蘑菇》只能取消演出 开放全额退票 舞台剧的编剧也发文 算赖佩霞北翼球剧场椅子这么烂 总统府的肯定好做得多 我太爱舞台剧 所有的戏剧里面 我非常非常爱舞台剧 那慢慢慢慢你年纪越大 经验越多 你就知道为人处事啊 你可以怎么样做 才能够成为神队友 今天虚男涵在提问底下 留言两次说自己是剧场本科生 有戴牌跟替野的经验 也有超龄演出过各种妈妈 再次推荐自己 剧团如果再开放征选演员 我可以试试看吗 坑在自己的脸书上 投出多张自己与赖佩霞的比较图 网友对此也表示支持 在九一四记者会之前 他不可能有任何动作说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能够演出 那你会问说那你是怎么样了 他不能够讲 所以这个地方上确实是在 现实上有一些困难 所以也跟一些造成大家困扰的朋友 说真不好意思 台北表演因素中心也回忆 目前蘑菇约卖出百分之三十五 不过据了解 赖佩霞虽然取消了十一月蘑菇的演出 但十一月在全民大剧团的音乐剧 倒垃圾还是会如期开演 赖佩霞虽然取消了十一月蘑菇约卤台北采访报道